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Victalk 这两天整个比特币生态可谓是一片繁荣 那么各个赛道都在疯狂猛涨 那么包括B2C20在内 我们看到B2C20的一个龙头 已经逐步的被Size所取代 它在过去的一周内涨幅将近有三倍 那么Audi其实也是在今天风控拉盘凌晨的时候 一度涨了超过20% 其他的各个方面 NOSER协议的这两个全新的MemeToken 就是之前我们所看过的万圣节主题的这两个Meme 其实也是在这两天暴涨 如果你当时打了的话 现在单号收益也是有1500U了 真的是很多小伙伴们又赚麻了 之前我们有跟各位去发过视频介绍过的ARC20 也就是这个原子协议 带有POW挖矿新模式新玩法的这个项目 其实最近又活起来了 那么ATOM等等这些项目也都在持续的往上走高 我们看到无论是OK上还是说整个UNISITE上面 整个B2C20的交易量目前是非常大 而且UNISITE也是正在进行自己B2C20 swap的一个内部测试 同样的前两天刚做视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比特币链上第一个可以玩的这个GameFi游戏 像素战争最近也是非常的爆火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小伙伴都参与这个游戏 而且上线的第一天就把整个比特币链搞得非常非常堵 那么本期视频呢也想送一个福利给大家 就是我们要抽10个小伙伴 然后呢去送出500个这个像素点 也就是每个人可以获得50个像素点 然后每一个像素点是可以去获取到10个BPX代币的空头的 就是你在这个游戏里面有像素点就能画画 然后你画画画一个像素点就能够获得这个10个BPX代币 那么这也是一个B2C20代币 所以它也会目前持续的往上走高 那其实作为第一个比特币链上的GameFi游戏 那么BPX代币其实也是相当值得我们期待的 所以你可以来到我的推特里面按要求完成这些任务 然后转发进行抽奖 希望各位可以去有好运气 然后我的推特目前是被限制的状态 所以你在搜索栏里可能搜不到我 所以需要各位到我的任意的一个视频详情里面 点击下面的这个详情 然后就可以跳轮到我的推特了 一切也都是非常的简单 本期视频想跟大家去来聊一下 目前整个比特币链上这一系列生态的一些现状和一些情况 以及我们现在参与进去的一些好处跟优势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提示各位可能去面临的一些坑 以及一些风险 大家在投资的时候还是要保住自己的本金 去多多分辨目前市场的一个状况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这位个人钱分享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投资 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扫码添加微信群 首先呢 我想站在一个比较理性和客观的角度 来跟大家去来分享一下 目前整个比特币生态的一个优势跟劣势 那么优势是显而易见 目前市场的热度 以及市场中的热钱 还有市场中的新人 其实都是在描向这个赛道 大家会特别看好整个比特币生态的发展 而且随着最近一段时间 整个比特币的一枝独秀 其实比特币生态获得更多的关注 以及资金的流入 也是情理之中的 所以呢 我觉得在未来的一个星期 或者两个星期之内 整个比特币生态还会持续的往上走高 那么各种各样全新的协议和全新的项目 也可能会在这条链上去逐步的发行起来 包括我们可能也会看到 更多的比特币链上的这些GameFi 能够真正的可以用和可以玩 所以这是未来的一个好的事情 那么站在我个人的一个角度 其实我也是比较看好整个比特币链上的各种持续性的发展的 特别是Size也是比较能够代表去中心化和所有用户的一个心态 毕竟Size Mint Mint了差不多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那么我们在讲OKX的这个钱包的时候 也要跟大家去来分享当时Size Mint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和时间节点 其实是留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给大家的 如果你当时Mint的话 那现在的一个价格也差不多是翻了10倍到15倍左右了 所以呢对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比特币生态的热度肯定还会持续 而且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信任来进来 那么更重要的是 其实这个生态或者是这个方向 是一个可以值得以小不大的机会 就是它可能不像老DeFi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赛道一样 你如果要参与的话 你需要有很高的门槛 这个门槛包括认知门槛和资金门槛 你想想你去玩DeFi 或者去玩B&B等等 包括你去玩大饼跟引态 你可能要投很多很多的钱 才能获得超额的一些收益 当然这个超额收益是指跟你本金挂钩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找几十倍 几千倍或者几万倍的一些机会 还是要看这些小的东西 所以呢对于比特币生态来说 其实在目前它是具备这种以小不大的一些可能性跟机会的 所以这也是我在另外一个方面比较看好它的原因 那么再来说说目前比特币生态的一些困局 和目前比特币生态的一些比较难受的地方 首先我刚才也说了 这个生态其实目前理解难度 就是理解的一个成本 跟整个的一个资金成本 其实是很低的 基本上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生态目前阻止大部分人进入 或者是阻止热钱进入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用户体验实在是太差了 那么除了B2C20之外 基本上我们看到像NOSA协议 像这个原子协议 以及更多的一些东西吧 就是全新的东西 基本上是都没有任何底层基验的 如果你试过在NOSA上面挂单 或者是买卖 你就能知道这个到底有多慢 而且对于习惯使用以太的小伙伴们来说 大饼上面动辄30分钟起步的 这个非常堵的这种交易体验 其实也是很不好的 所以呢 很难用的用户体验 一定会隔离开很多人 而且在这个用户体验修复好之前 其实大的资金也不会特别的进来 所以这其实就留下了一个窗口期 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时间节点内 趁着这一股热潮做起来 其实是有很大机会的 但是各种底层基建的不完善 也带来了非常多高度的不确定性 比如说现在我们去交易整个NOSA协议 或者是交易ATOM 也就是这个原子协议的一些代币 其实大部分还是要走线下来去做OTC的 那只要是做OTC 就会面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骗局 我也在群里看到了最少两起这样的一些骗局了 而且之前命不烂的空头的时候 有一个小伙伴直接被骗了100多万人民币 所以呢 OTC线下的这种骗局是时常会出现的 而且由于底层基建的不完善 那么我们有可能就是我找不到这个 或者是我不会部署 所以这个搞硬件或者是部署的这些难度 以及这些成本肯定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大家没有办法避免的 就是一个双人建 那一方面非常难的用户体验阻碍了大资金的进入 那么另外一方面 虽然我们小资金或者是我愿意努力 就能在里面去占领一定的身为或者赚到一定的钱 但是这个用户体验很有可能让你去丢失所有的资产 或者是面对一些法分子 可能会让自己的资产消失掉 或者怎么样 就会存在着很多的一些风险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目前我想要对比特币生态的一些评价 那么另外就是由于目前受制于整个比特币生态链上性能的原因 其实在比特币生态中 目前还很难做一些真的有价值的这些东西 无论是Sites还是Audi 还是什么Trickele Trips什么包括什么我们看到的ATOM等等 就所有所有的这一切 这些东西其本质其实还是跟MEME token有所类似的 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实际的价值 所以呢在一定层面上面 MEME token它不受限 没有人去限制它 它可以涨到无穷高无尽高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当热度退去 其实这个东西又会可能会被大家认为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用的东西 比如说Audi之前的一个状态 那包括Sites为什么能够涨起来 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交易所来做装的 那你其实很清楚啊 你通过交易量上就能很清楚的看到 到底是谁成为了Sites的新装家 而且目前我也在这个内测的消息中看到 Unisites其实现在它的B2C20swap也是通过Sites 就这个Sites啊 不是那个比特币的聪啊 是通过这个B2C20代币来去作为这个Gas费的 所以如果后续能够给Sites这么大的一个应用场景 其实还是比较未来可期的 而且Sites最近涨的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迅猛 那么对于交易B2C20代币其实比较简单 那其实现在大家最丝滑的方式还是到OKX一个web3钱包里面 Audio的市场 我之前也做过视频给大家讲过 很简单 你点开OE的这个官网 然后点击这里web3钱包 然后点击这里的市场 然后再点击这个audios 第一个就是B2C20 只需要去连接一下你的这个钱包就可以直接进行买卖了 你可以点进去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数据分析啊 交易动态啊 包括订单啊等等 这一系列就非常清楚一键就可以购买 所以B2C20方面其实还是挺丝滑的 包括你在Unisite Marketplace上依然可以这样非常丝滑 就是安全的这种购买 所以其实比特币生态整个的B2C20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嘛 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B2C20火过一波 所以我们看到OK入场了 Unisite突然火起来了 包括Magic1的也火起来了 但经过这大半年嘛 就各自占领了各自的身位 Unisite作为目前原生的B2C20交易市场 还是有这个很多老玩家去用的 那么OK其实是承接了大部分的流量 以及占领了主流的市场 不也能够从这些交易量上面来看到端倪 整个Unisite大概只有32个BTC的交易量 而OK直接比它翻倍 仅Site一项就有超过62颗BTC的一个交易 所以目前的这个交易量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站在一个角度 就是其实现在你去搞这些比特币上面的名文 就跟当时搞NFT是非常像的 就是它会存在一个流动性的问题 虽然你看到你的纸面资产 比如说你打了100张 这100张都涨到了1500或者1600 但其实你很难将它卖出去 因为你只要挂100个单 就必须要有100个对手盘 需要有人扫地板 而目前确实也没有在整个比特币生态中看到一些扫地板的工具 所以还是需要大家就是一个一个的点 一个一个的买车用起来 确实还是比较麻烦 比较头疼的 所以流动性也是这个 为什么这些生态项目能暴涨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流动性受限 所以大家只是购买一个或者两个 那么这个价格就会往上走高 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总的来说 比特币生态对于散户来说 特别是一些自信量不多的散户来说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这样的机会又伴随着高概率的归零机会 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 你可能被人骗或者是被盗的这些安全风险之外 那么投资的风险其实依然非常非常的大 虽然我们现在都说比特币生态持续向好 而且持续的往上走高 但是这些名文本质上 它其实是没有太大的一些意义和作用 还是meme token 本质上还是要看社区的formal 以及说社区的这种文化的这种传递 一旦社区丧失了一些信念 或者是社区没有办法持续的formal 找到更多接盘的人 其实还是比较头疼跟难受的 特别是要顶着这么高的 这些非常困难的用户体验 跟非常不完善的底层经验去来做 那你要付出的这个辛苦跟努力 以及自己要花研究的这些经历 其实也是非常大了 总之比特币生态目前是一个动手 要大于动脑 或者是大于投研能力的一个赛道 你如果愿意下苦功夫 愿意在这个赛道上面去钻研 并且愿意在第一时间顶着很高的gas费 和高颜值去冲进去 那可能真的会存在一小不大的机会 但是也并不是说适合每一个人 你还是要去评估一下自己 适不适合做这种工作 如果不适合你的话 那其实现在赛道那么多 对吧 你可以随时去切换一些赛道 也没有必要在比特币这个生态 去持续的来去做一些深耕 或者是持续的来赚钱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其实现在比特币链上 gas还是相当高的 你可以看到 而且整个时间等等 也都需要等很长很长 所以你也是需要保持一定的理性客观 不能无脑干 无脑充 整个的成本要比以太高很多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我对于整个比特币生态的优劣 好处的一些全面分享 我们也是希望 各位可以去抓住比特币生态的 这一些机会 能够赚个百倍 十倍 千倍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有更能想说的 想聊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嗓马添加微信群 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